曾经守护世界和平的S级猎人 如今却在餐厅里当起了厨师 只因一场意外让他来到了八年后的世界 他发现即便没有猎人聚的守护 八年后的世界依旧是如此的和平 于是他决定就此过上平静的生活 十一年前 一个巨大的裂缝吞噬了整片天空 无数怪物纷纷从裂缝中涌入人间 人类的科学武器在怪物面前显得毫无用处 而就在人类生死存亡之际 某些人的面前浮现出了一道蓝色窗口 与窗口进行接触的人们觉醒出了各种能力 从那时起 人们拥有了对抗怪物的能力 后来人类迅速重建了崩塌的文明 并开始适应新的时代 此刻男人面前赫然出现一只紫色的蝉雏怪 真是麻烦死了 那些管理者就不能好好做事吗 随后缓缓从袋子里掏出一把大葱 与此同时 蝉雏怪猛然朝他发起了进攻 下一秒 只见男人纵身跃向空中 随后举起大葱狠狠挥出一击 当场便将怪物击杀 而他正是被人们遗忘的猎人剧 S级猎人彻一载 片刻之后 男人拨打了管理者的变化 并将巷子里发现怪物仪式上报给了他们 随后便转身离开了这 当年猎凤降临时 H国诞生出了一位S级觉醒者 猎人代号剧 他隐藏了自己的名字和性别 毫不犹豫地进入猎凤和副本之中 他在这场乱世中拯救了无数人类 是前H国排名第一的猎人 但在八年前 他却和其他44位猎人 在关闭西海一号裂缝的行动中死去 另一边 此刻两位管理者正一脸的难以置信 能够这么干净地处理掉蛤蟆怪 可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并且现场并未留下半点痕迹 看起来那家伙肯定又是某个隐藏能力者 也就是没有正式注册为猎人的能力者 与此同时 男人正为客人端上一碗醒酒汤 任谁都没有想到 国民英雄剧居然会在醒酒汤店里打工 而他拥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已经能够一次性端上好几碗汤的怪影 让人们不禁对他产生了一丝好奇 这家伙觉醒前就已经这么强了 觉醒后至少也是个B级猎人 听着众人的议论 此刻呆在后厨的男人陷入了沉思 其实他一开始也并不是打算在这里打工的 就在几个月之前 男人忽然出现在了一处垃圾堆里 而他很是不解 因为自己明明在和巴西利斯克战斗才对 难道我已经从裂缝中出来了吗 与此同时 一股香味吸引了他 于是他顺着香味来到了一家醒酒汤店 就在禁食期间 旁边播报的一则消息却吸引了他的注意 八年前西海海域出现了五级裂缝 裂痕突然升级为了一级 于是猎人总部紧急派遣了猎人局 以及44位B级猎人进入裂缝 虽然西海裂缝在出现一周后就消失了 但那些派遣的猎人们却永远留在了裂缝之中 而觉醒者管理局在西海裂缝消失三个月之后 便承认了进入裂缝的猎人们已经全部死亡 此刻只见三罗工会会长宋朝献开口说道 如果没有倔我们国家就没有未来 那些勇敢进入裂缝的猎人们 他们给予了我们未来 为此我们有义务向前看并继续前进 见此男人当场愣在了原地 随后借用了一下店内的电话 但电话里传来的声音却告诉他 这一切都是真的 难道我真的是突然掉进了八年后的未来吗 或许是局长换了电话也说不定 我必须告诉他们 那些猎人们为了这个世界做出了怎样的牺牲 我必须再一次进入那个裂缝才行 就在这时 队友的声音回荡在他耳边 世界已经变了 大家都会依赖拥有力量的 他们会希望你能够拯救所有人 但你还那么年轻 没必要扛起这么大的重担 你可以选择逃跑 随后他再次环顾了一下这个世界 他发现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稳定了 当即将发生裂缝灾难时 那些管理局的猎人们就会迅速出动并出 如今的人们过着他曾无比向往的日常生活 所有的牺牲都似乎有了意义 八年后没有剧的世界是如此的和平 此刻他终于释怀了 我也该过上平静的生活了 画面一转 男人带着侄女夏恩来到书店购买书籍 没想到海报上全都是正丁的 那家伙和我一样都是S级觉醒者 不过那回他还是个学生了 片刻之后 男人来到店内开始了打工日常 虽然打工的过程异常的枯燥乏味 但他依旧觉得这样的生活非常不错 至少不用被管理局忽来换去的 也可以不用为了攻略怪物而烦恼 也许我就希望这样过完一生 但是最近奶奶的双腿状态并不太好 如果需要动手术的话就麻烦了 当初男人将全部财产都捐给了西海裂缝财团 实在不行的话就偷偷绕过裂缝卖点什么吧 从地下城出来的副产品大部分都很贵 说不定手术费就有着落了呢 就在这时 奶奶打来电话告知他夏恩走丢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去的 于是男人安慰奶奶道 奶奶您放心 夏恩这么大的人了不会走丢的 我也会出去找找你 挂完电话之后 男人果断戴上口罩开启了追踪者之眼 经过一番扫描并未发现夏恩的踪迹 看起来这附近没有 难道还要再远一点啊 就在这时 一股强大的魔力吸引了他的注意 有哪个觉醒者会拥有这样燃烧的魔力 这不是一般的猎人 是接近于怪物的存在了 如果不进行确认的话 可能会对夏恩造成威胁 于是男人缓缓朝着这个方向靠去 经过一番观察之后 最终发现这里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这种程度的魔力 至少达到了S级别 看这家伙戴着防毒面具 也许是个狠角色 正当他准备离开这里时 下一秒 一道声音从身后传来 在这个时间 来这里做什么 记录着所有猎人能力信息的数据库 却唯独找不到男人的存在 这可把所有人吓了一跳 因为无论是觉醒者管理局 还是工会会长 都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就在男人准备离开这里时 下一秒 面罩男却发现了他 而他很是好奇 为何普通人会出现在这里 并且还在这个时间拿着一个汤勺 我是为了寻找我的侄女 他大晚上的走丢了 不知道你是否见到过一个 扎着马尾辫的小学生呢 面罩男对此表示否定 不过他可以问问旁边的怪人 下一秒 只见他猛然踹向怪人 看起来这家伙似乎也不知情呢 对此男人很是无语 你只是想打他吧 随后他便找了个借口想要开溜 而在这时 面罩男却突然想起了什么 我们似乎在哪里见过吧 闻此 男人连忙表示否定 既然如此那你走吧 但是不要把今天的事情告诉别人 就在这时 只见倒在一旁的怪人忽然有了动静 下一秒 无数荆棘静止朝着男人攻去 而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男人瞬间挥动汤勺将其抵挡下来 见此待在一旁的面罩男呆愣在了原地 此刻男人也意识到自己暴露 正常人怎么会做出这种反应呢 随后面罩男当即便拦住了他 你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名字 那看来是你的猎人昵称还没有定好 此刻男人缓缓开口说道 我真的要走了 我很担心我的侄女 闻此面罩男当即表示 我会让觉醒者管理局的人帮你找人的 不过在找到人之前 你必须回答我两个问题 为了尽量结束这场对话 于是男人便答应了他 第一 第一这个汤勺是未知的S级武器吗 第二你是未注册的觉醒者吗 如果那把武器不是S级武器的我 那么你就是未注册的觉醒者对吧 闻此男人当即表示否定 而下一秒 面罩男却猛然向他发起了进攻 但却被男人轻松抵挡下来 原来这只是个平凡的汤勺啊 那你就是未注册的觉醒者了 但我不可能不知道有这种伸手的家伙才对 随后男人彻底谈牌了 我比你大吃过的饭也比你多 你说话应该对我礼貌一点才对 那我以后就叫你哥吧 对此男人很是无奈 随后便要转身离开这里 就在这时 面罩男的手下找到了男人的侄女 哥你的侄女找到了 就在这附近的游乐园里 那就谢谢你了 到完谢之后男人便转身离去 我叫李思英 下次再见吧 片刻之后 李思英使用毒素处理掉了怪人 最近这种东西出现的太多了 与此同时 他的手下徐敏奇向他汇报了情报 那个人已经和他的侄女会合了 我们会再确认他去过哪里之后再进行报告 还有副会长传来消息 明天上午11点需要您开会 就在这时 会长李思英向他下达了指示 你整理一下觉醒者数据库当中25岁以上 身高大概180觉醒等级是B级以上的男性数据 然后报告给我 排除那些长得比较奇怪的人 还有确认一下刚才那个小孩子的家庭关系 我对那孩子的叔叔有点兴趣 另一边 回到家中的侄女遭到了奶奶的一顿毒打 话说回来奶奶你的腿怎样 好的差不多了 你不用担心 但男人一眼就察觉出他在说话 随后他借用奶奶的窗户离开了这里 因为从一开始 他就发现有人一直在跟踪他们 随后他使用无声的脚步来到两人身后 紧在眨眼之间 两人变瘫倒在了地上 原来是波涛工会的成员吗 虽然所有猎人都有保护公众的义务 但不知道他们的头脑是否已经根深地步 为了防止出现最坏的情况 我必须要给他们留点警告才行 片刻之后 回到店内的男人搜索了有关李思英的所有信息 结果发现他居然是现今排名第一的猎人 这下真是麻烦大了 为什么排名第一的猎人会出现在这 而且刚才那个怪人的相关信息怎么都搜索不出来 难道是上层在控制信息吗 那么如今最危险的因素 就是被李思英找到 以及奶奶和夏恩的安全受到威胁 另一边 李思英看着男人留下的字体陷入了沉思 要是敢动手 你就死定了 片刻之后 李思英是一副会长开始进行会议 那么就开始这个季度的副本投标会议了 这次追加拍卖的副本位于中路的三街 和恢复生命力药剂的材料一起 可以获得很多种类材料的精品副本 闻此在场众人全都认可这个副本 并对拍卖仪式表示赞同 而在这时 会长却突然打断了他们 你们见过穿着烧酒品牌围裙的男人吗 就在这附近 拿着一个汤勺 头发好像是黑色 但他们却对此并没什么印象 而副会长忽然想起 去行酒汤店是最快收集信息的方法 毕竟猎人们都会在那相互交流 画面一转 副会长来到了行酒汤店 而下一秒 他却呆愣在了原地 这人长得跟会长描述的一模一样 但仔细一想又觉得不对 一个行酒汤店打工的人 怎么会和会长扯上关系呢 另一边 李思英正在数据库内查找着信息 但却遭到了正兵的制止 不可以因为个人原因使用觉醒者数据库 此刻只见他缓缓开口说道 现在出现了至少是B级以上的未注册觉醒者 在数据库中甚至找不到他的相关信息 他不止挡住了我的进攻 而且还挡住了怪人体内发射的毒刺 这种强大的家伙 如今正是H国内未注册的觉醒者 另一边 此刻男人正在给自己染上新的发色 没想到这么快时间就掉闪了 有可能是因为恢复力的原因 如果没有熟练者之手的技能就出大事了 要是不能在行酒汤店打工的话 以后就只能去做理发了 就在这时一旁的手机传来信息 夏恩表示门口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人 见此男人当即一个顺身来到门口 此刻外面的人正用脑袋撞击着大门 而他忽然想起 这家伙跟上次那个怪人很像 于是他连忙示意夏恩 叔叔出去之后你立刻把门关上 下一秒 只见男人猛然对此挥出一拳 当场便将他击倒在地 就在这时 怪人体内突然发射出无数荆棘 于是男人使用顺身将其躲闪开来 随后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伴随着他的猛然发力 只见怪人当场便没了动静 这种怪物为什么店内的猎人都没有提到过呢 那天李思英所说的 难道是要我不要把这种怪物的存在泄露出去吗 该死 这下事情变得越来越麻烦了 另一边 李思英接到信息之后迅速赶到了手术室内 你来看看这个中毒者 郑冰说发现他时就已经这样了 死亡原因是颈部骨折 但中毒者的身体素质是异常强大的 到底是谁折断了这种怪人的脖子呢 而且发现此人的地方 就在你上次击杀怪人的地方附近 还有一点 怪人的毒刺居然被扭曲成了这样 就像是突然撞上了什么坚硬的东西似的 此刻李思英脑海中浮现出一道深意 我以为你会老是藏起来的 没想到还是被我抓到把柄了 第二天 帕多公会召开了一次会议 决定攻打中路三号地牢的队伍 李思英并没有参与的打算 但由于他是决策者 必须出席会议 在全体公会成员的意见一致后 决定由裴元佑的队伍 进行这次攻击 会议结果一宣布 李思英是第一个离开房间的人 在会议还没结束的时候 他的心思已经不在这上面了 他推开巧克力色的会议室门 门外等候的敏基迎了上来 会长 敏基挤着疲惫的脸 想先开口 但李思英抢先一步 说吧 面对他直截了当的语气 徐敏基咽了口唾沫 这时会议室里的其他公会成员 也走了过来 嚷嚷着 怎么回事 干嘛挡在门口 怎么这么躲 你在搞什么 快点啊 后面还有人等着呢 李思英站在门口 挡住了里面的人 但他却仿佛没有听到那些人的喊叫 他的喉咙里耿住了 会长要求他休息一会儿再说话 但为了自身的安全 他还是忍住了 看了一眼身后的公会成员 徐敏基终于按照李思英的指示开了口 是的 朴夏恩 八岁 父母在安养地牢事件中遇难 他三岁时独自幸存 差点被送到孤儿院 幸好由外婆收养 并抚养长大 别说那些了 他的叔叔呢 这个嘛 他没有叔叔 李思英挑了挑眉 似乎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 敏基挠了挠头 朴夏恩没有直系亲属 可以称为叔叔 他妈妈是独生女 他爸爸只有姐妹 那我倒想知道 他所谓的叔叔 从哪里冒出来的 呃 敏基眼珠子转了转说道 我才不能排除他 把一个陌生人 叫做叔叔的可能性 如果查不出什么 这俩人应该没有血缘关系 这是文件 敏基递过来一大碟资料 李思英接过文件翻了翻 只有他和外婆一起生活 外婆在附近经营一家 醒酒汤馆 而且已经开了很久 李思英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听到会议室里传来声音 醒酒汤馆 巷子里的那家 你知道那地方 智秀一脸无聊地回答道 那是副会长的第二职业 嗯 副会长他每天都去那吃饭 怎么吃都吃不腻 一天去一次工作室 但午餐和晚餐 都去醒酒汤馆 所以严格来说 那是他的第一职业 李思英知道陪元佑 每天都会去同一家餐厅吃饭 怕多的工会成员们 已经习惯了当陪元佑 叫他们一起吃午餐时 大家都伸长脖子看的一幕 但巧合的是 那家餐厅恰好是 调下恩外婆开的醒酒汤馆 李思英戴着防毒面具的嘴角 抽动了一下 不知为何 他有一种预感 嗯 醒酒汤馆 为什么会去那里 这时 陪元佑刚刚放弃离开会议室 正打扫着地板 听到谈话走了过来 陪元佑 你知道这家醒酒汤馆吗 李思英说出了文件上的地址 正在听得陪元佑点了点头 提到醒酒汤馆时 她的声音里 带着一丝怀旧 啊 我最喜欢的餐厅 我的签名也挂在那 怎么了 你要去尝尝吗 呃 真是晦气 副会长 你先让开一会儿 感觉到危险的江志秀 急忙挥手示意 之前挡路的李思英 稍微向后退了一步 这时 一个红发的人 从会议室里迅速闪了出来 而陪元又慢慢地走上前 就像被替换下来的球员一样 徐敏基则微微低头致意 我该说的都说完了 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 他没有拉住敏基 因为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 当两个猎人离开 新的目标终于出现在眼前时 李思英开口了 你今天又要去醒酒汤馆吧 嗯 是的 我要去 你怎么知道 很好 你去的时候带上我 防毒面具镜片后的李思英 眼角微微抽动了一下 好像房间的温度 一下子下降了三度 陪元又的手臂上 起了鸡皮疙瘩 楼层里有哪个工会成员 还无法控制自己的能力吗 他四下张望了一下 发现走廊里 只有他们两个人 其他人都已经离开了 你想干什么 外面吃午饭 李思英依然带着孩子 般天真的微笑 催促着陪元又 当然 带着防毒面具很难看出来 但陪元又已经见过他很多次了 知道他在笑 在陪元又眼里 李思英就像个弟弟 一个他会留在敏佑 或高纳身边的人 时间短暂 这也是极其罕见的事情 他通常不外出吃饭 这是他自己的规矩 以防万一 因为毒素 无论对敌对方还是友方 都是致命的能力 无法忽视的陪元又 在李思英提出要外出吃午饭时 心里隐隐感到一丝愧疚 他潜意识里 对李思英感到抱歉 因为他总是对身边的人如此小心 啊 对 对 有时候你也应该出去吃饭 陪元又很快甩掉了 刚刚笼罩全身的诡异感觉 转头看向李思英 露出温和的笑容 他也会以同样的笑容 当然这笑容 是为了掩饰他真正的想法 陪元又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一脸自信 今天我请客 好吃吗 很好吃 吃一次 你就会天天来签到 看来你要换工作了 我还真有这个打算 混蛋 于是 两人分开回到各自的办公室 约好午餐的时间 完全不知小猎人们的心思 他们不想被会长 和副会长夹在中间 终于到了期待已久的午餐时间 陪元又带着愉快的心情 带领李思英来到了 醒酒汤馆门口 因为他们来的时候 已经过了午餐高峰期 店里显得更加拥挤 李思英扫视了一下 这家破旧不堪的餐厅 对陪元又露出怀疑的神情 这是餐厅吗 唉 你就不能相信我吗 不 李思英的怀疑并非没有根据 店铺的门口低得 几乎能碰到鼻子 破旧的外墙 看起来像是随时会倒塌的样子 这家破烂不堪的老店 完全不符合他对整洁环境的要求 你不信我 但你可以相信我的味脸 这儿有些什么吃的 醒酒汤 还有呢 米饭 还有呢 烧酒 米酒 就这些 陪元又摇了摇头 仿佛在说你根本不懂 你想想看 要是这么好吃 你会为一碗醒酒汤打架抢食 你活到现在 难道都是在撒谎 是的 你这人真是疑心太重了 他嘴上这么说 但仔细想想 的确有道理 一家经营了很久的餐厅 顾客一定不熟 李思英的怀疑消散了一些 他透过玻璃滑门向里面看去 醒酒汤馆内 猎人们的聚集店 满满都是猎人 虽然不算特别多 但整间餐馆就像是 猎人们在这儿举办了拍卖会 李思英轻轻将脸从窗户旁一开 怀疑地看向裴元又 你又为什么用那种眼神看我 又怎么了 你是不是想换个工会 开什么玩笑 我会怕多付出了多少心血 那为什么这里这么多猎人 你又是HB工会人士部的头头 这时裴元又才意识到 自己被醒酒汤迷住了 竟然忽略了为这个麻烦家伙 准备另一个诱饵 这是疲惫和饥饿猎人的天堂 骑士的庇护所 骑士的餐厅 猎人认证的餐厅 现在 我居然亲手把这个低贱的家伙 带到这儿 一个随时可能 给你喂一勺毒药的工会会长 一股强烈的不安感席卷而来 裴元又觉得自己仿佛要飞升到太空 如果在这儿和他发生冲突 恐怕他不仅会上晚间九点新闻 甚至可能连命都没了 难道现在就离开 去吃自己的一锅饭 裴元又正陷入自我挣扎时 李思英已经趁着之前的顾客离开 迅速推开华门进入了醒酒汤馆 他的动作之敏捷 让人不禁怀疑他 是不是这片区域排名第一的猎人 李思英微微低下头 避免撞到低矮的天花板 目光直视前方 而在他面前出现的正式 欢迎光临 那张他昨晚还在寻找的脸 半影在他见过的口罩后面 但他十分肯定 这就是他要找的人 一件印有烧酒品牌的围裙 一个端着茶壶 不是勺子的年轻人 我找到了 仿佛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无误 年轻人的脸当场皱了起来 李思英露出一个不易察觉的微笑 算是打了个招呼 你好 哥 有些日子 当你一早醒来 就觉得糟透了 对一仔来说 今天就是这样的日子 我们每个人 都会有这种感觉的日子 当你醒来时想 我真不该这么幸运 你在麻雀的叫声中醒来 阳光暖阳阳地洒进来 那种你刚醒就翻身下床 跑到门口才哭出来 因为你买了新鞋 却忘了系鞋带 而你已经快迟到了的日子 接着你摔倒了 鼻子还磕破了 车一仔已经很久 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不祥预感 他掏出手机 拨通了他的AI助手的电话 内克斯比 搜索今天的星座运势 搜索今天的星座运势 他的AI助手用平淡的声音 开始朗读车一仔的运势 即使是一片落叶也可能伤害你 所以你需要小心谨慎 注意身边的一切 四周潜伏着威胁你的威胁 不要掉以轻信 务必仔细检查 这是星座运势 还是谋杀预告啊 与一仔想要轻松一下的愿望相反 内克斯比继续传达着 令人不寒而栗的运势 今天最好保持低调 小心为上 不过下午有可能 会有一场甜蜜的邂逅 不妨出去走走 总之 长话短说 今天你的运势糟透了 通常在这种直觉 和占卜完全准的时候 我都能躲过去 今天恐怕不会太平 我得小心点 车一仔站起身 伸了个懒腰 在心里记下了这点 但一仔忽略了一件事 无论你多么小心和准备周全 命运总会找到你 就像今天在店里 灾难般的李斯英的到来 哥 您好 那低沉而放松的声音很熟悉 也许是因为 第一次与他的相遇太过强烈了 一仔僵住了 手里拿着茶壶 他不愿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他那S级的听力 绝不可能听错 而且 眼前的身影 与他脑海中的形象完全吻合 一个戴着防毒面具 身高高出他人一截的人 僵硬地站着 双手插在口袋里 望着这边 我收到了哥的信 嗯 你今天穿了不同的围裙 很适合你 透过防毒面具的镜片相对的眼神 像是一只面对玩具的小猫 充满了兴奋 不仅是一仔对丝英的到来感到震惊 当那个带着防毒面具的男人 推开门走进来时 仿佛整个店铺 都被一种诅咒减速了一般 所有人的头 缓缓转向了门口 接着 就像有人按下了暂停键 所有人的脸色一下子冷了下来 猎人们已果断著称 但此刻 他们却一片沉默 你为什么要出来 随后有人如同叹息一般开口 见鬼了 你为什么突然来到 这么破旧的地方 他是那种会在外面吃饭的人吗 他不是从不在外面吃饭吗 他不是从来不在拥挤的地方露面吗 是的 他有时会出来吃饭 但为什么是这里 你是不是生活有点无聊 你怎么会来这么破旧的小店 有很多其他 更昂贵更好的餐厅不是吗 如果有一个电子温度计 能够测量猎人们 那燃烧的目光 温度肯定超过了100度 如果你把一锅水举到空中 他可能会煮沸并融化锅 而在这群人中 车一仔比任何人都更加惊恐 但他依旧保持着一张面无表情的脸 特质扑克脸 必急 激活中 幸好 他有一个帮助他管理表情的特质 今天他从未如此感激这个特质的存在 一仔把面部表情的控制 交给了特质 迅速扫视了一下周围 寻找问题的根源 恰巧 他的目光捕捉到了一个深意 啊 那个 我们去那边的桌子坐下吧 是裴远宇 他进店的时候 解酒汤已经快做好了 他环顾四周 脸上的表情 像是做了一件无法挽回的事情 就像一个把麻辣烫 撒在了白色地毯上的人 裴远宇一出现 猎人们刺眼的目光立刻转向了他 对猎人们来说 这就像一颗毒陨石 突然砸进了他们正在享用的餐厅 他无视猎人们愤怒的注视 和裴远宇苦涩的脸 静止走向了解酒汤店的中心 就在餐厅中央 有一个刚刚吃完三碗解酒汤的猎人 他正从座位上站起身 结果慌忙退了一步 李思英像是自己的预留座位一般 直接坐了下来 意在皱眉看着这个行为疯狂 应该被用勺子赶出去的家伙说道 先生 我还没收拾好桌子 如果您愿意 可以换个座位 不用 李思英漫不经心地回答 长腿交叠 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 请慢慢来 我喜欢这个座位 我可以看到电视 哦 好的 我才不想你看 那台小棕色的老式电视呢 顾客就是上帝 他提醒自己 冷静了下来 在这里表现出不悦 就是自己挖坑埋自己 而且 作为解酒汤店的兼职服务员 认识李思英从一开始 就充满了怀疑 车一载 只能收拾李思英坐着的桌子 并从围裙口袋里 掏出一只圆珠笔和一张账单 李思英盯着他 天真的问道 这里有菜单吗 裴远宇看着他满脸无奈 我进来前告诉你了 混蛋 这里只有一种菜解酒汤 一载简短回答 解酒汤 就只有这一种吗 是的 只有解酒汤 喂 我跟你说了 他们这里只卖一种汤 站在一旁的裴远宇 像是要阻止他一样插了一句 但李思英环顾了一下店内 继续说道 解酒汤就够了吗 是的 哦 这里也卖米饭和烧酒 但那不算是正餐 如果您是来抱怨小菜的 请离开 两碗解酒汤就好了 拜托了 裴远宇的声音 比刚才高了一些插了进来 一再深吸一口气 在账单上画了个二 他默默地盯了裴远宇三秒钟 裴远宇 店里的常客 午餐和晚餐几乎每天都来 他是每次至少吃掉三锅的常客之一 他不想因为那个防毒面具难 和这次不情愿地重逢怪罪任何人 但有那么一瞬间 他真想把矛头指向他 感受到一载冰冷的目光 裴远宇迅速一开视线 紧盯桌子 没事似的大口喝下冷水 把我当做常客吧 一载走向厨房 心里想着 要是能揍一拳洒水壶就好了 他知道这无济于事 但在突如其来的大爆炸面前 情绪还是涌上心头 已经练就了一套放下的本领 盯着裴远宇也不会让李思英消失 他还是个付钱的顾客 不论他喜欢与否 一载这样想着 冷静了下来 好了就这样吧 调整好心态后 一载将两碗汤放在炉子上 他只希望那混蛋 在他煮节酒汤的短时间里 能够安分点 过了一会儿 迎接这位兼职好员工车一载的 是一个荒凉的节酒汤店 准确地说 李思英周围的桌子空出了一圈 在顾客离开的桌子上 有一张皱巴巴的钞票 而一些人在收银台前徘徊 看起来似乎再等一载副长 在这混乱的局面中 只有李思英静静地坐着 该死 你是台风眼吗 一载端着一碗节酒汤 惊慌地朝门外望去 远处 他看到了 刚刚还在狼吞虎咽的顾客们 正匆匆离去的背影 喂 真的很好吃啊 一载把节酒汤放在托盘上 追了出去 但那些猎人只是大声回答了一句 然后消失了 他们跑得飞快 就像在副本中逃离怪物一样 不敢相信眼前的空荡荡的小巷 一载回过头来 店门前 猎人们像附着在墙上的藤壶一样 紧紧靠着墙壁等待时机 店里 他指着一个空位 空位了 进来吧 马上给你安排 然而 一个个顾客都挥手事宜拒绝 没关系 我其实不怎么啊 咕噜噜 可你肚子似乎不这么认为啊 但排队的第一号人却显得很坚定 他握紧拳头 满怀绝望地喊道 我可以再等一会儿 你是可以 一载看向排在第二位的 那个猎人愤愤地掏出手机 拿在耳边 犹豫了一会儿后 他用像再读韩文书似的 奸细声音说道 哦 队长 今天就到期了 瞧我这记性 我居然忘了 对 我马上就到 他甚至在之前结巴后 用一种像是在说唱的语气 结束了通话 这位猎人急忙将手挡在扬声器上 低声对一载说 哎呀 我还在排队呢 不过 我得先跑个腿再回来吃 最近事情有点赶 我没事 请先让别人进去吧 然而 由于靠近传感器 而再次亮起的手机屏幕上 并没有输入电话号码 显示的还是强指 如果你要装 那至少拨个号吧 一载冷冷地看着那个排队后 站在第三位的猎人面无表情 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相当冷静 那么我可以接待这个顾客了 一载盯着他 心里这样想着 然而这个猎人开了口 如果那家伙走了 能叫我吗 我给你号码010 随着这场前所未有的 拒绝入场事件的展开 一载心中一直酝酿的怀疑 变成了确信 那家伙肯定是想方设法 带着他那碗看到的勺子 和微裙找来了 自从他开始在解酒汤店工作以来 这是第一次无法给顾客加汤 一载回到店里 拿起煮沸的锅 走向李思音的桌子 我能打112举报营业妨碍吗 可如果是猎人捣乱 我能报警给决心管理局 他们会来抓他吗 先生 一载狠狠地 把一锅冒着热气的解酒汤 放在了桌子上 这是宁点的两碗解酒汤 上菜后 他依旧站在原地没有动 无论你多有个性 你总不会带着防毒面具吃饭吧 一载满脸疑惑地盯着李思音 想看看这个无耻的陌生人 到底想干什么 只见一只戴着黑手套的手 伸向他的脸 缓缓摘下了防毒面具 放在桌上 他那稍显凌乱的刘海下 紫色的眼睛锐利地闪烁着 他一直在注视着一载 当他们的视线相遇时 立刻锁定在了一起 你再看下去 我的脸都要被你看掉了 李思音懒洋洋地说道 紧咬着下额 他的声音从防毒面具里传出来 黑发与那双令人平静的子眸 与他的声音相得一张 浓密 鲜长的睫毛 每次眨眼都会投下一片阴影 从他的鼻梁到嘴角左下方的小致 他的五官如同用画笔勾勒而成 细致而华美 但却透出一股慵懒 有趣的是 意在理解 为什么李思音要戴防毒面具 在他看来 这样的脸 到处展示肯定会惹上麻烦 尽管在很多方面 他都不喜欢李思音 但不得不承认 这家伙的脸 确实是客观上的吸睛 要说区别的话 戴上面具时 他只不过是个不该招惹的笨蛋 而摘下面具后 他就变成了一个该招惹的笨蛋 旁边剩下的几名猎人 时不时瞥向他 但他似乎毫不在意 仿佛早已习惯成为众人的焦点 相反 猎人们跟随他的视线 随后若有所悟地一开目光 没有一句话 李思音便清理了区域 接着拿起了汤勺 与此同时 义仔也站了起来 结束了他的事情 吃完节酒汤后会说什么呢 此时应该放慢脚步听一听 裴员又问道 他能不能帮他挠养 怎么样 味道如何 汤很热 当然了 刚煮好的汤能不热吗 你这个疯子 我问的是味道 味道 肉很嫩 对吧 这儿的肉很容易与骨头分离 嗯 挺不错的 李思音微微点了点头 虽然语气酸酸的 但他并没有说汤不好喝 裴员又感到稍稍松了一口气 李思音安静地吃着 没有什么问题 他们两人宛如风暴的眼 在这家节酒汤馆中 享受着短暂的平静 当一仔几乎洗完盘子时 李思音第一个起身 不久后 裴员又走到柜台前喊道 兼职生结账 是 请稍等 一仔脱下橡胶手套 随手在裤子上抹了几下湿漉漉的手 他注意到走向柜台时 桌子上放着两只堆叠的锅 一只已经空了 另一只还剩一点汤 心里暗自惊讶 裴员又只吃了一碗 因为他并没有多点 三万韩元 李思音递过来 两张五万韩元的钞票 这家伙在炫耀他有钱啊 一仔心想 结果其中一张钞票 当他拿出两万韩元找零食 李思音似乎显得很惊讶 我付了钱 什么 我没告诉你我的名字吗 你说过 你没查吗 李思音轻轻眨了眨眼 仿佛钦佩式地说道 哥 你真不认识我 接着他微微张开嘴 露出舌头 那舌头不是通常的深红色 而是黑乎乎的 几乎延伸到根部 看到一仔的目光 他用前牙轻轻咬住了舌尖 我的嘴有毒 等等 该死 我不经常在外面吃东西 不知为何 他周围的人都走光了 一仔回头瞥了眼李思音 和裴员又吃饭的桌子 原以为戴着手套会没事 但他却是个有毒蛇的毒蛇 原来他戴防毒面具是有原因的 李思音讥讽地笑了笑 嗯 我们还得多了解一下彼此 不 你这疯子 下次我还会再来的 一仔脱口而出 别再来了 那告诉我你的名字吧 别再来了 一仔狠狠瞪了裴员又一眼 裴员又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 轻轻把手掌抵在李思音的背上 但韩国排名第一的猎人 岂是能随便被拒绝的 他正在奋力推丧时 李思音突然说道 头发 嗯 是黑的 你染过吗 见鬼 他是怎么知道的 幸运的是 他还保持着扑克脸 一仔无耻地回应道 你在说什么 我记得之前好像有点灰 这家伙戴着防毒面具 眼力怎么这么好 还好夏安提醒过我要染发了 也许我该给他 买个他想要的史莱姆玩具 一仔心想 你肯定是记错了 一个健康的人 怎么会有白发呢 似乎觉得一仔的反驳 不值得回应 李思音继续说道 眼睛 什么 是黑色的 韩国人都是黑眼睛 很奇怪 李思音重新戴上了防毒面具 从镜片后注视着一仔 可我之前看到是蓝色的 一阵寒意顺着一仔的脊背 蔓延开来 是在那一瞬间看到的吗 在追踪者的眼睛关闭之前 哦 后退了几步 好吧 今天就到这里 再见 哥 再见 先生 为什么不叫我思音啊 请走吧 李思音留下一声轻笑 消失了 裴员又挠了挠头 满脸困惑地离开了解酒汤馆 风暴过后 解酒汤馆一片寂静 一仔看着柜台上 那两张五千韩元钞票 喃喃自语道 真是个混蛋 餐厅已经过了营业时间 空无一人 一仔坐在一张擦得干净的桌子上 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 屏幕上 知识按的问答帖 不断刷新 谈出多个回复和评论 如果猎人是知名猎人 且证据确凿 管理局会直接出动 一仔趴在桌上 心里咒骂着 可恶 韩国公务员真是太惊艳了 如果他举报李思音妨碍营业 觉醒者管理局的局长 亲自上门他都不会感到惊讶 他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手指在屏幕上滑动 他刚读到的那些 善意话语下的评论 大多不切实际 什么 你想让我告诉你他的名字 不好意思 那混蛋要想的话 能把韩国劈成两半 这就是当第一的代价 他的每一个举动 都伴随着无休止的支持者 与反对者的争斗 一仔以前经历过 见识过 无论他有多坏 他都不会为了让自己轻松一点 再往上引发一场火山喷发 我法实录音器太贵了 接受采访 那只有疯了才会去做 他继续往下滑动页面 不小心一头撞到了桌子上 声音吓了他一跳 他赶紧检查了桌子 幸好没有裂开 他用手用力揉了揉额头 然后把手机放下 我被困住了 车一仔的烦恼 并不是因为别的 一切都是因为 那个突然闯入这家安静的 兼职解酒汤店的恶心家伙 这家解酒汤店 因为猎人餐馆的名声 很多顾客会提前付款 有很多猎人懒得随身带卡 吃完饭连汤匙都不放下 就直接跑出去的事情 也时有发生 刚开始学做生意时 一仔接手了预付款本质 所以预付款并不算什么大问题 但是一仔发誓 自从电开张以来 你说一千五百万 是你家狗的名字 最后 车一仔狠狠瞪了一眼 带着无用坠肉进来的裴元宇 几乎把最后一点生活的希望 都给磨灭了 阻止这个疯子 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然而 裴元宇从原地跳了0.5厘米 像升级版的人工智能一样 锐利地拦住了李思英 赶紧付钱回工会吧 你不是说你忙得要命吗 我其实并不忙 你说你得去管理局办公室 你不是要见正兵吗 可以推迟 李思英面对一般人 一生都不能经历的政府会议 却显得毫不在意 裴元宇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于是换了战术 假装无私地说 喂 把我的盔甲 换成一千五百万韩元的预付款 我听说宋岛 有红叶城的装备拍卖 一千五百万 怎么能买到装备 你是乞丐吗 哇 真是个混蛋 每一句从那讨厌嘴里 冒出来的话都像是艺术 显然 不仅是一仔 所有听到这段对话的猎人都这么想 院里思英的卡 像那天英勇牺牲的六千九百韩元勺子 一样融化吧 就在一仔这么想着 并拒绝拿起他面前的卡时 裴元宇伸出右手 豪气地喊道 五百万 嗯 就五百万 我会经常带着队员来聚餐 一千五百万实在太多了 嗯 要是一千五百万 你得一天三顿都吃解酒汤 连续吃三百三十三天 李思英虽然想着 我肯定吃得了 你现在就在这么做 但他看着裴元宇 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 然后瞥了一眼一仔 两人目光相遇时 一仔露出了冷漠的 社交障碍般的打工仔笑容 赶紧付钱走人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假装思考了一会儿后 李思英很快点头同意 嗯 好吧 他把卡插进了计算器 锁定了一仔的眼睛 补充道 用完了告诉我 我在预付 滚蛋吧 仿佛是在赔偿今天的生意被搞砸 李思英比预想中更轻松的 付了五百万韩元的预付款 然后离开了餐厅 和第一次见面时的激烈相比 这次告别显得十分无趣 为了以防万一 他拿着勺子 在侧屋待了一夜 如果他看到李思英的 哪怕一根头发 他就打算灭了它 幸好或不幸的是 李思英半夜并没有回来骚扰 取而代之的 嗯 真烫 抱歉 你说什么 解酒汤真烫 是啊 没错 从那天起 他就像打卡一样 开始定期来吃解酒汤了 忽略掉培元鱼 咬牙切齿的低语 李思英随手从空气中 抽出一副一次性餐具 一边听着一仔 同样咬牙切齿的声音 这家伙开始自己 带餐具来吃饭 说是为了不浪费 预付款里的钱 你是受不了了吧 混蛋 你手里还有库存吗 好吧 退一步讲 我认了 承认有一次性餐具的备用 你总可以用那来 调味你的解酒汤吧 但是他实在无法忍受 每次李思英一来 周围的桌子 就全都空了 那些以自我为中心 死活不听人劝的猎人 平时谁也不听 李思英一来 却格外勤奋地 保持社交距离 意在不禁冷笑出声 见鬼了 这绝对是妨碍营业 解酒汤店的骄傲 是他的高翻台率和低价位 但只要李思英一出现 一切都完蛋了 不仅翻台率直线下降 销售额也急剧减少 到目前为止 亏得有这些狂热的解酒汤爱好者 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 他连老顾客也快要失去了 因此 最近一载频繁查阅 门户网站上的一些信息 比如 猎人犯罪举报法 和 决心者特别法 最终得出了结论 要解决这件事 我只能要么重新成为猎人 要么去搞钱 我知道这有点激进 但亦载有他的理由 要公开李思英的行为 他需要确凿的证据 模糊的证词根本不够 甚至可能会反过来诬陷他 认为他在污蔑韩国第一猎人 最明显的办法 就是发布他恶行的录音 然而 正如知识案的回答者所说 普通录音机收集的证据 甚至无法对S级猎人提起诉讼 S级猎人能够轻易探测到 并摧毁录音机和摄像头 这意味着你 需要一台无法摧毁的地牢产物 或不可探测的录音机 实际上那些物品很难弄到手 该死 当初以J猎人身份活动时 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但地牢产物道具价格高得离谱 作为一名普通的解酒汤店兼职工 车一载一辈子都攒不够钱来买他们 他对薪水的要求不高 只要店里的一点点利润就足够了 他没有什么地方可去 单净的衣服也只需要几套 再配上一双运动鞋就足够过活了 如果不是李思英的闯入 他现在完全不需要为这些事操心 要不我去注册成为猎人 只需要去觉醒中心测量能力 获得评级就行了 如果那里还有 他不知情的J猎人的数据怎么办 如果他勉强控制住自己 去到了中心 但力量失控了怎么办 如果他一拳打出最弱的力度 但仪器依然碎了呢 那一刻 宁静的生活就要跨越约旦河了 唯一的好处是 当他觉醒时还没有觉醒管理局 之后进行注册时 凭着J猎人特权 他不需要伪造身份证 要不是那个混蛋李思英 最近 异仔逐渐理解了其他猎人 为什么不愿接近他 他就像一条蛇 围绕猎物游走 缓慢地收紧自己的束缚 他本可以直接威胁李思英 揭露那晚发生的事 但他选择了继续回到店里 间接施加压力 不知为何 自从第一次来解酒汤店以来 李思英从未问过异仔的名字 他不知道自己 是否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 他现在的行为 就像是在轻轻拨动进水 即使没有大的冲击 水面还是会有些雪涟漪 即使没有大的冲击 时刻提醒自己 也让人感到不愉快 这让人感到不快 他感觉自己 就像一只领地被侵犯的动物 皱着眉头发呆时 他突然伸手进了自己的储物栏 储物栏里满是空的药水瓶 他们都是 在人穿裂缝中使用过的 裂缝中的黑色长剑 巴西利斯克的牙齿 一载瞪着巴西利斯克的牙齿 然后将注意力转向别处 几瓶药水之间 有一个闪闪发光的物体 一个拇指大小的金色宝石 那是一块魔法石 以前 他没有地方使用或出售它 所以一直把它放在储物栏里 或者家里的角落 但如今 魔法石越来越多 根据节酒汤店常客的说法 似乎有不少设备可以处理魔法石 要卖掉一个吗 如果他卖掉这个 可能能买到一台不错的录音机 对吧 一载偷偷从储物栏里 拿出一块魔法石 开始用围裙擦拭 然而 魔法石并不是 谁都能随便卖的东西 魔法石主要在猎人市场交易 必须持有猎人注册卡才能进入 而这些市场 并不像普通公众开放 网上的猎人社区 似乎也是专门针对圈内人 但同样需要注册卡才能访问 这根本不是普通人 可以随意买卖的东西 我曾想过在我的脸上贴张假面 假装是节酒汤店的常客卖掉它 但我知道总会有人质疑 并且他们会问我 你不是猎人 哪里弄来的这些魔法石 如果一个普通人 手里有这么纯净的魔法石 说实话 即便是我自己 也会忍不住多问几句 要注意的事情 实在是太多了 普通人的生活真是艰难 我该不该说 是常客为了帮我家 改善经济状况给我的 一载无奈地摇了摇头 因为节酒汤店的常客们 现在已经不仅仅是顾客 他们更像是一个社群 即便有一万个人中 只有一个人 稍微打听了一下消息 他们也能通过两个桥梁 迅速了解到 没有任何一个人 曾送过这种东西 给一个打工仔 最后 车一载只剩下一个选择 番茄市场 一个地方性的二手交易应用 番茄市场自裂缝日前 就已经存在 当世界在裂缝日之后崩溃时 他帮助幸存者们分享信息 等待救援 那些不认识自己邻居的人 通过番茄市场 感受到邻里的温暖 他在拯救幸存者的过程中 非常有帮助 如果我把魔法石 放到番茄市场上 会卖出去吗 我必须先调查一下 他立刻打开 番茄市场应用 试图登陆 但发现自己的旧账户 已变为休眠状态 似乎已经被删除了 难怪 毕竟已经过去八年了 他点击了注册按钮 请设置一个昵称 该起什么名呢 他试了大蒜 解酒汤 血肠 骨头等等 但这些昵称 都已经被别人用了 当解酒汤 1234也被拒绝时 他有些恼火 随意地输入了几个字母 EZ 欢迎来到番茄市场 EZ 请开启GPS 并注册您的区域 注册成功后 一载登陆 并开始在应用上浏览 当他查看应用时 这些名列人的周边产品 似乎和应用的初衷 有些不符 如果我标价 八千万韩元 会卖出去吗 他不知道 几千万韩元的交易 能否顺利达成 但如果卖不出去 他就卖给常客 给他们一个低价 如果他再恳求他们保密 至少他们忠诚 到会守口如瓶 对吧 意在郑重地 把报纸铺在绿色桌子上 确保金色闪闪发光的石片 清晰可见 咔嚓 咔嚓 他从多个角度拍下了照片 然后挑选出最好的一张 开始在番茄市场上发布 标题 出售魔法石 卖家 Easy 价格 八千万韩元 高度纯净的魔法石 没有杂志 价格可益 欢迎私信 他担心自己标价过高 于是良心发现 在最后加上了 价格可益 欢迎私信这句话 这让他感觉好了一些 如果这个卖出去 我就能给夏安和奶奶买冬衣 还能支付他的手术费 我甚至可以买个新的大汤勺 这简直是个完美的计划 Easy怀着甜蜜的梦 在好心情中 在番茄市场上发布了信息 叮叮叮 突然间 他的手机开始疯狂震动 仿佛被扔进了 零下30度的冰天雪地 他的交易都还没弹成 怎么回事 持续的震动 让他怀疑手机是不是坏了 他赶紧查看手机 番茄市场的聊天通知 像是疯了一样 时时堆积起来 有怀疑是诈骗的 有想要直接交易的 有要举报的 还有询问地址的 Easy花了不到30秒解锁手机 检查了一下情况 看到那个 番茄图标上的红色 加99气泡时 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妈的 不断堆积的新消息 仿佛在耳边低语 对 你完蛋了 他已经很久没有出过冷汗了 或许这根本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不 他一定做了件最蠢的事 是不是价格定得太低了 魔法石的价值 比他想象的还要高吗 当然 他也不是随便乱定价的 在把魔法石挂到番茄市场之前 他已经仔细查阅了大量信息 然而 当他点击魔法石价格讨论铁石 弹出的窗口 要求他验证自己的猎人身份 他随意加了几千块钱的价 据说之前价格涨幅巨大 但现在到底涨了多少 一载让手机继续震动 双手合十 闭上了眼睛 他需要片刻时间脱离现实 生活真艰难 他的人生本不该变成这样的 系统把他嚼碎后吐到了韩国 时间已经过去了八年 但按照因果定律 他得把事情完成 他很快整理了思绪 得出了结论 单纯跑路吧 最终 他逐条浏览完所有的聊天记录 决定跑路 他无视不断弹出的聊天通知 进入个人资料页面 点击了取消发布 此时 聊天仍在不断涌入 意在虔诚地祈祷 番茄市场别再纠缠他了 但番茄市场 像个可怜虫一样 缠着他的裤脚 甚至比他九年前 在南海切碎的三流大章鱼的吸盘还要紧 系统提问到 Easy为什么要删除账户 不管有多着急 这都是他能做的最起码的事情 于是他冷静地勾选了两个选项 我的帖子被过度使用 遇到了粗鲁的用户 其他 我是新用户 结果却被这些人骂了 取消订阅 然后删除应用 所有步骤 都以迅速而精确的方式完成后 意仔靠在椅背上 呆呆地望着天花板 还挺快的 不是吗 但一旦人生扭曲了 事情就不像他想象的那样顺利 意仔无法访问的猎人社区 HunterNet 正如火如荼地讨论着一篇匿名帖子 帖子标题是 番茄市场的魔法石乌龙事件 讨论内容则是五花八门 有人怀疑价格太低 可能少写了两个零 一些人认为卖家是为了避税 他选择了番茄市场 讨论集中在魔法石的来源 有人猜测 这是高级猎人打出的战利品 甚至可能是 排行榜上的顶级猎人发布的 这颗短暂出现的 售价八千万的A家级魔法石 迅速引发了热议 另一边一只喜鹊 在寂静的山间松树上筑巢 鸣叫声回荡 坐在主堂地板上的男人 关掉了手机 望着周围的风景 这是置一山波热风下的 一个宁静的寒屋 唯一有些特别的是 围绕房屋的石墙和松树上 点缀着金色的符咒 在前院的中央 有一个巨大的窑炉 院子可能有大多数人庭院的 两三倍大 而在旁边 一个穿着白色羊毛外套的男人 正瘫坐在地上 一个穿着西装 温文尔雅的男人 正一边盘腿 坐在大殿的地板上 一边翻看着手机 名叫正兵 是一名公务员 他静静地看着地上 正在进行的泥土掩饰 这是世界上 唯一的S级生产者的展示 我要那个魔力石 嗯 红一诚 我什么都没看见 我就想要那个 他像个在超市玩具区 打滚的小孩一样四肢乱舞 正兵举起了手 站在寒屋门口的 觉醒管理局职员走了过来 鞠了个躬 正兵轻声而语 叫人村什么时候 有这么好的WiFi了 一诚先生 你搬来时不是断掉了吗 当然断了 可是 李思英先生说 他帮我把通讯线路 可WiFi都装好了 作为交换 他让我帮他做手套 哦 他真的没帮忙 我在这里做完就挂断电话 是啊 我也明白 我猜这信息 你是从排名群里得到的吧 那颗宝石已经传遍了所有频道 我请求你们都合作 反正这是不道德的 即使正兵扎了扎嘴 轻轻叹了口气 红一诚依旧像坏掉的录音机 一样重复着同样的话 我想去首尔 给我魔力石 你可是自己 要求被锁在制衣山的 先生 你在完成武器之前 是不能离开的 这个穿着白衣 在泥地上打滚的男人 正是红一诚 韩国排名第七 唯一的S级生产者 六年前 韩国艺术大学校园中央 打开了一刀裂缝 那时正值傍晚 校园里没有多少学生 但问题在于 一群准备毕业设计的 四年级美术生 还困在工作室 他们面临着抉择 死亡还是生存 当然 大多数人选择了生存 他们太年轻 死得太冤枉了 这道裂缝 是自然灾害 教授也必须 给他们宽大处理 学生们手忙脚乱的 拿起锤子和锯子 尽可能地躲在角落里 但只有一个人例外 红一诚 四年级陶瓷专业的学生 无论裂缝是否打开 他仍旧坐在工作室里 即使怪物从裂缝里爬出来 沿着建筑外墙爬上来 砸碎窗户进入工作室 一诚依然在制作陶器 然后他觉醒了 成为了S级生产者 政府最初将他的觉醒事件 列为机密 如果宣布这名普通的大学生 在裂缝和怪物出现的情况下 觉醒成为S级生产者 同时还在制作陶器 必然会出现 大量效仿红一诚的人 他们在裂缝爆发时会不撤离 这是一个 为了公众安全 而必须封存的故事 毕竟红一诚 陶瓷系的最大产出 促使全国陶瓷专业 学生入学率猛增的那个人 是裂缝日之后 世界上第一个S级生产者 而且他还有一个非凡的属性 天赋 死线终结者 L 你的工作效率和速度 会随着最后期限的零件提升 如果在技能激活时完成制作 质量额外提升50% 政府官员 在看到红一诚的觉醒数据后 欢呼雀跃 你是一个罕见的S级生产者 他拥有L级的天赋 这是未来让韩国猎人 更加具有竞争力的人才 然而 他的存在和属性已被世人知晓 来自海外的猎头公司 纷纷涌向韩国 争相招聘他 越是有国家和组织想要他 韩国政府就越是焦虑 他们急于让红一诚留在韩国 人们满怀祈祷 网上激进的意见不足为奇 没收他的护照 撕掉他的护照 禁止他出国 媒体也在不断谈论 他能够创造的价值 这是一个平常的日子 面对深夜敲响他酒店房门的猎头 红一诚大喊 滚蛋 我是韩国人 并向韩国政府请求保护 除此之外 他还有一个额外的请求 除了国家保护 当我的工作截止日期临近时 无论我说什么 都把我关在一个有好水 好空气 规律作息的山里 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地方 这是自我禁闭 想要将他秘密关押 以防他出国的政府 几乎要笑死了 什么 呃 这也太好了吧 不 嗯 为什么 因为我其实还有一个天赋 果然没有完美的人类 红一诚也有一个 致命的能力控制工具 特性懒惰 L 使你想要拖延 非常严重 系统通过特性 来平衡S级制作人的能力 一个拖延症晚期患者 只有在最后期限临近时 才会爆发的疯狂家伙 通过特性来控制他的天赋 一个在最后关头 才拼命赶攻的急救狂人 韩国政府在全国各地 挑选了一些规律优良的山脉 供这个懒人使用 以便到十红一城可以去那里 上次是雪月山 上上次是基隆山 这次是智一山匠人村 正兵咬紧牙关 深吸了一口气 他看了看那团蜷缩在地上的人 开口说道 我今天已经取消了 和李斯英的协议 就是为了带洪一城回去 你知道吧 对不起 公务员大人 洪一城没有回答 而是叫了正兵 声音比刚才那种娇称的语气 稍微平静了一些 如果用那块魔力石打造武器 至少能做出S加级的 我光看照片就知道 哦 正兵挑了挑眉 略微惊讶 到目前为止 洪一城制作的装备 最高等级也不过是S级 他曾说过 只有材料和技能都具备的情况下 才能制作出更高级的装备 所以S加级武器的前景 让正兵心跳加速 正兵在乘坐直升机 飞往制衣山时 也收到了 有关那位未名魔力石卖家的简报 确切地说 有个疯子 把一块亮眼的魔力石 挂在了番茄市场上 一开始以为是劣质货色 但金红一城 这样一个出色的鉴定者判断 肯定是高品质的 即使只有一张图片 石头在正兵眼中 也看上去非常不错 而且 这种类型的魔力石 在国内从未流通过 但它从哪里来呢 是从某人手里敲诈来的 还是从国外走私来的 正兵脑海里浮现出种种猜测 不久前 李思英曾冲进觉醒管理局 翻遍了觉醒者数据库 他说有一些 技术高超的未登记者还在潜伏 正兵赶紧从座位上起身 蹲在地上 和像刚抓到的鱼一样 在地上翻滚的红一城对视 红一城 啊呀 给我魔力石 把魔力石拿来 再跟我说话 刚才稍微清醒的眼神不见了 正兵轻轻推了推 又回到五岁精神年龄的红一城 先听我说 那块魔力石 真的很好对吧 是的 绝佳的 完全没有杂质 或怪物的气息混在里面 啊 快给我魔力石 能弄到这种魔力石的人 应该也不多吧 就算我都不行 至少我也是排名前一百的高手 高排名猎人 一般不会像新人一样隐藏痕迹 进行这种交易对吧 当然 有黑市 有猎人市场 谁会傻到在番茄市场发帖 真是蠢货 说完这句直接的话后 红一城又开始发牢骚 啊 仔细一想 这太荒谬了 我在制衣山 连首尔的番茄市场不看不见 呸 下次把我关到北汉山吧 是 是 我会告诉局长 下次流放地点 安排在北汉山的 郑冰站起身 拍了拍膝盖 那块魔力石 我会想办法找到的 真的吗 听到郑冰爽快的话 红一城猛然抬起头 他看起来 像是一只刚出去散步的薄眉犬 在泥地上打了三十圈漂移 身上的白绒毛沾满泥土 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 是的 郑冰露出了 他在公共服务公告中常用的 那种百分百让人信任的微笑 语气中带着一种异样的自信 这就像挖宝石 却发现了一个惊况 车翼仔站在炉子前煮解酒汤 耳朵痒得不行 他烦躁地揉了揉耳朵 今天波涛工会没来吃午餐 店里依旧热闹 猎人们难得放松 车翼仔也享受着 这一刻的平静 暂时忘记了 自己在番茄市场上的失败 猎人们的窃窃私语 引起了他的注意 听说有个疯子 在番茄市场上 挂了8000颗A加级磨石 工会都炸了 洪一诚还悬赏找这人呢 提到的疯子 让车翼仔停顿了一下 最近他一直关注猎人界 知道洪一诚是个 有名的S级装备制作人 他没想到自己的磨石 竟然价值数亿 J的那些物品 竟然是普通猎人 一辈子都见不到的真品 他回想起当年 以J的身份活动时 所有副本物品交易 都由姑姑代为处理 他从没意识到 这些物品的真正价值 正当他觉得 自己忽略了什么时 夏恩突然开口 叔叔 你的脸看起来怪怪的 车翼仔笑着回应 心里却更乱了 他必须处理 洪一诚对磨石的悬赏 但他只想过平静的生活 然而猎人圈的消息 传播的比他想象的还要快 番茄市场的磨石事件 猎人们的讨论声不断 而洪一诚 仍在社交媒体上 添油家伙 车翼仔知道 这个S级制作人的影响力 已经引发了一场地震 而余波已经扩散到了他的店里 就在车翼仔想抱怨时 另一个S级猎人出现在店门口 那人身材高大微笑着 脖子上挂着公务员证 正是郑兵 车翼仔怀疑自己 是不是已经自首了 郑兵友好的表示 自己只是来吃饭的 店里的气氛却变得紧张 车翼仔预感到 这里会像李思音的区域一样 成为郑兵区域 然而 店里的气氛还没平息 第二波客人已经到了 一个强大到让人窒息的黑色身影 正一步步走进店里 车翼仔知道 这次的麻烦才刚开始 随着丁的一声 推拉门打开 有人出现在了店里 稍微放松下来的气氛 再次冻结 那些正在嚼米饭的猎人 立刻停止了咀嚼 而那个濒临崩溃的家伙 也仅凭精神力量勉强撑住了 甚至刚进门时 还勾搂着身体的猎人们 也瞬间僵住了 仿佛在姑娘眼前的局势 周围一片寂静 连呼吸声都听不见 首先打破沉默的是 靠在门边的那个人 真是奇怪 他讽刺地吐出这句话 随后走过大厅 怎么有公务员在这 正兵平静地回答道 当然是来吃饭的 我没想到在这能看到 哼 看起来你挺闲的 哪里 虽然李思英不来找麻烦 但韩国公务员向来很忙 尽管这些话明显带刺 李思英却只是冷笑一声 走向角落的桌子坐下 原本坐在那张桌子上 正吃着节酒汤的猎人 发出一声闷哼 扔下钱 像大锤一样狠狠地走了出去 该死 这些家伙都把我们的客人吓跑了 看到其他猎人 一个个都蠢蠢欲动 一载的脚步突然停住了 结果那两个不速之客 正在自顾自地聊着天 反正既然见到了 李先生 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这不是能在这么公开的场合 讨论的事情 请私下跟我联系可以吗 一碗解酒汤 尽管这是个完全无事的回应 正兵仍然不慌不忙 耐心地继续说道 我直接去找帕多公会 但你每天都不在 我寄了信 公会会长 也因为外出行程无法确认 不过我听说 你常在附近的解酒汤馆吃饭 所以就来了 很多 哦 我也要一碗解酒汤 谢谢 一载原本正拿出一只圆珠笔 准备记长 此刻眼睛瞪得老大 狠狠瞪着那两人 你们要打架就去外面打 不要在猎人斗殴中 把打工人的腰给弄爆了 一载用圆珠笔 狠狠按压太阳穴 眼前的情景 让他头疼不已 一边环顾四周 郑冰继续说 另外 局长说上次的事情 必须给个交代 一直保持沉默的李思音 这次终于抬起了头 哦 对了 等等 郑冰从他的库存里 拿出一个圆棉球 用拇指捏了捏 瞬间一个不透明的屏障出现 将两人隔绝在里面 刚才还显得停滞的空气 立刻流动起来 周围猎人们屏息以待的气氛 终于松懈了一些 齐齐松了口气 哇 他们居然用了空间隔离物件 看来真的是在谈重要的事情 我只是好奇 你们打算在这儿聊完吗 别说了 我们可不想被卷进去 那样我们可就完蛋了 赶紧吃完走人吧 他们两个 不会在这儿打起来吧 不可能 这里可是有普通人的 李思音可不一定 别说这么吓人的话 义仔眯起了眼 他知道的正兵 并不是那种会在这种地方 玩弄花招的人 但从猎人的言辞来看 只要李思音在场 什么事情都不安全 义仔最不希望的事情 就是他的解酒汤管上新闻 成为猎人排名第一 和招牌猎人碰面的地方 义仔沉思着 紧紧握住手中的圆珠笔 虽然空间隔离物件 通常用于讲述机密故事 但他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比该物件等级更高的觉醒者 可以轻易看透他 他不确定正兵使用的物件 大概是A级左右 但没必要在一个破旧的解酒汤管里 使用S级物件 义仔慢慢抬起眼皮 之前看到的屏障已经不见了 正兵和李思音清晰可见 他好了 义仔心里暗自得意 坐在旁边的座位上 翻遍了觉醒管理局的数据库 急得不行 这个未注册的人 应该是个强者 甚至能够挡住你的攻击 能够挡住李思音攻击的未注册者 尽管对话中并未透露具体是谁 义仔却立刻明白了 他们的谈话对象是谁 你说你竟然翻阅觉醒管理局的数据库 只是为了找到我 意识到自己之所以 能顺利脱身其实另有原因 义仔后背的汗毛 顿时竖了起来 你找到他了吗 义仔凭住了呼吸 片刻间 戴着面具的那双紫螺蓝色眼睛 仿佛穿透了郑冰的气场 直达他的内心 在他还没来得及 辨认那到底是幻觉 还是错觉之前 他就听到一个简短的回答 没有 真的吗 郑冰的目光扫过 隐藏在面具下的脸庞 带着几分探寻的意味 他的态度 让李思音有些困惑 后者冷冷地开口 你不觉得在打探别人隐私之前 应该先解释清楚情况吗 随便问人家事情 真是可怜啊 两人对视了片刻 但很快郑冰便举起双手 做了个投降的手势 好吧 我告诉你 尽管没有明显的动作 但你能看出李思音在倾听 郑冰拿出手机 快速翻了几下 然后将屏幕上的照片对准李思音 你知道不久前在番茄市场 上架了一颗A加级的模式吧 如果你连这都不知道 干脆别当猎人了 别当猎人 意在皱眉 这话让他感觉自己 被牢牢困住了 也许他比自己 想象中的还要有名 你知道红一诚 正在制衫闭关造装备 当然你也知道 是你给他铺设了 制衫的网络线路 是 但那又怎样 你也知道 红一诚为了拿到那颗魔石 抽了很多烟吧 嗯 当然知道 总之 我认为你在找的 那个未注册的人 就是这颗魔石的主人 疯子 真是个精明的家伙 你推理的速度真是惊人 意在装出一副 无动于衷的样子 继续默默包大蒜 李思音微微眯起眼睛 露出一丝笑意 然后用笔之前 还要柔和的声音说道 这推理未免太牵强了吧 郑冰把手机重新放回口袋 继续说道 能够获得这种等级宝石的人 必定是排名前100的猎人 这种人自然会使用猎人市场 买家和买家的身份 都能得到保证 所以大额交易很安全 如果不想缴纳手续费和税款 我不想以公务员身份说这种话 但你可以在黑市上出售 绝不会用 公众能看到的应用程序去卖 让大家议论纷纷 至少有10种方法 可以悄悄处理 李思英戴着手套的手指 开始懒洋洋地敲击桌面 那么为什么这颗魔石 会被挂在番茄市场 而且价格还这么低 可能是因为卖家没有注册 不能用猎人市场 所以才挂在番茄市场出售 这就意味着两种可能性 普通人 或者是个业余的未注册觉醒者 但普通人拥有 这种级别的石头的几率 几乎为零 业余这个词 重重击中了 曾经排名第一的J的星 它的节奏不禁加快了一些 包算的沙沙生成了背景音 李思英问道 那么 这就缩小到一个可能性 那颗魔石的主人 是个未注册觉醒者 哦 我的结论是 那个能够在这个时候 获得这样等级魔石的未注册者 就是你在找的那个人 郑冰的推理相当准确 身为前警察 并在猎人界近营多年 他的直觉比以前更加敏锐 如果没有听他的推理 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义仔意识到今后 必须更加小心 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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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的手指 依然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 仿佛被某种力量吸引 义仔的视线 被牵引到了李思英的指尖 那双黑色手指 缓缓地在桌上滑动的字母 像是慢动作一样 深深刻在了他的脑海里 你听见了吗 义仔猛地抬起头 紧盯着李思英 正在机械性地包大酸的手 一时间失去了动作 他甚至来不及去想扑克脸特性 是否还在发挥作用 透过防毒面具清晰可见的表情 李思英正在微笑 你听到了吗 那一瞬间 义仔的脑子里 闪过无数个念头 让义仔几乎 想把自己的防毒面具反戴上 这样他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是义仔用物品入侵了这个空间 成为了不速之客 他必须小心 不能闹得太大 否则会引起正兵的注意 幸运的是 他有个好借口 解救他 义仔差点忘了 自己还是这里的兼职工 得给这两个敌人上菜 他在正兵的注视下 偷偷站起来 朝李思英竖了个中指 口行无声地说 去死吧 然后若无其事地转身走向厨房 此时 李思英轻轻笑了一声 正兵疑惑到 李思英 没什么 会不会是另一个未登记的人 正兵猜测 红一诚的装备拍卖会快举行了 有人入境很正常 但他的级别不至于引发这种波动 他自信地认为这次事件 只是某个业余觉醒者的胡闹 也许是几个月前觉醒的S级 一个慵懒的声音 提出另一种可能 他还未成年 正在准备高考 不会做这种事 他甚至不是战斗猎人 哦 高三学生 是的 他很快要参加高考了 义仔听着这段对话 手中的托盘渐渐用力 心里紧张 如果李思英把自己暴露 会打破他好不容易建立的宁静 不过 李思英淡淡地说 我还没找到他 如果连你都没找到 可能只是个诱饵 义仔端着节酒汤走出来 把汤放在桌上 这是两碗节酒汤 正兵礼貌地点头 谢谢 李思英完全无视义仔 仿佛他们之间从未有过交集 等他们吃完离开 义仔终于松了口气 两位S级走后 店里恢复了宁静 他准备打样 戴上橡胶手套 开始洗碗 这时 听到了微弱的滴滴滴声 义仔关掉水龙头 发现玻璃门外 有一只戴着防毒面具的手指 轻敲着门 他感觉像是在恐怖片中 却没有尖叫 只是大声说道 打样了 防毒面具顶住玻璃门 打断了他的话 我来告诉你一些事 我们关门了 你最好听听 除非你还想见正兵 听到这威胁 义仔快速跑到门前 眼神灼灼 是你叫来了正兵 门缝里传来沙哑的声音 是你叫他的 思音接着补充道 如果你没在番茄市场 引爆核弹 他也不会来这里 义仔装作不知情 我和番茄市场没关系 思音冷笑 你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义仔继续装糊涂 思音的手指 停止敲打玻璃 如果你不开门 我可以直接融化他 义仔无奈打开了门 思音进来后 摘下防毒面具 随手俯弄头发 那些混蛋会不停地回来 骂完正兵为混蛋后 思音随意地将一颗糖 放进嘴里 义仔打了个冷战 你要发布物品 应该放到二手世界 或雷霆市场 思音随意建议 那不是我义仔辩解 那就是另一个疯子 把魔法石丢在我面前 思音指着柜台下的盒子 我们正式交易他吧 声音随意地 好像他们交易的是 几百韩元一样 我想要 我的哥 义仔和思音的目光交汇 义仔勉强微笑 心中却感到陌生和尴尬 你是个好人 但无处归属 最好是个不为人知的人 就像命运一般 你是宿命论者吗 我从不信 但开始怀疑 思音微微弯下腰 轻声说道 我对你做了一些调查 他描绘出义仔的过去 提到义仔的父母 在裂缝中去世 信息几乎全无 义仔沉默不语 原本我想做 一个好的侦察员 给你想要的一切 但现在看来 这家店是你唯一在意的 你想要什么 义仔内心想 我什么都不想要 然而 思音却微笑着说 那我给你展示一个 他拿出一张照片 展示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 问义仔是否认识南语阵 我听说老板的祖母腿不好 为什么不找他治疗 A级治疗者治疗普通人 这太不现实了 思音指出 他与西元工会的关系 能请南语阵治愈一个人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义仔问 思音似乎在观察他 回答说 如果我拒绝 你的消息会传遍整个城镇 然后他提到一款可疑药物 增强攻击性和诚意 甚至引起身体变异 义仔意识到 这与他见过的 吸毒觉醒者有关 思音说他在寻找 药物的制造者 警告义仔不要随意 透露这个秘密 义仔意识到 思音需要他来追踪 那些制造药物的人 但他更想知道 思音的真实动机 思音笑着说 等你愿意接受交易时 我会告诉你 义仔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快点走 我得关门了 好的 李思音戴上气体面罩 突然伸出手 义仔用怀疑的眼神看着他 黑色手套的指尖轻轻一条 手机 为什么 留我的号码 我不需要 我的号码很贵 我会把你的号码 卖到番茄市场 那你会经常见到我 思音对义仔的无害威胁 哈哈大笑 尽管如此 他并不想收回手 义仔最终 还是把手机递了过去 他想 即便拒绝交易 也应该留有最后的退路 迅速输入号码后 思音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商店 义仔独自一人 打开联系人应用 原本只有两个号码 祖母的和夏恩家的座机 以及夏恩的手机 但现在不同了 他的联系人中 多了一条新名字 思音 李思音虽然一开始提供了交易 并给了他电话号码 但几天内并没有再来店里 在此期间 义仔并没有删除他的号码 也没有把他卖到番茄市场 反而一直保留着这个号码 心中愈发挂念他 正如李思音那不祥的预言 奇怪的角色们 像鲤鱼追逐猎物一样 开始涌入店里 最近 普通人也开始拿着大炮相机 在店附近徘徊 显然是为了拍摄 那位知名猎人 原本宁静的生活 因这些外界干扰边的恼人 中午12点24分 义仔在短暂的闲暇中 用扫帚扫着店门口 脸上露出不悦的表情 他能感觉到远处 有相机在拍摄他 不幸的是 他没有电子技能去破坏相机 只能安慰自己 我是一个普通人 不会用扫帚打坏相机 就在这时 突然响起了排气声和尖叫声 义仔走到门外 看到一辆黑色摩托车 撞进了店里 骑车的人戴着头盔 穿着黑色皮夹克 金色的长发 高高扎成马尾 毫不掩饰自己的气势 推开华门大声喊道 李思音 出来 义仔心中一惊 他是韩国排名第五的 猎人刘彩贤 绰号长寿黄蜂 他很清楚 他的到来意味着什么 你是蜜蜂 对吧 义仔努力保持冷静 听到称呼 蜜蜂的态度明显变得友好 哇 我是你的粉丝 这让义仔略感意外 换个颜色 蜜蜂摆出标志性广告姿势 义仔心中苦笑 难道这一切 都只是因为他想吃解酒汤吗 韩国排名第五的猎人蜜蜂 是概念猎人时代的先锋 也是SIG品牌的广告模特 该品牌推出了一款 使用地下城副产品 制成的猎人专用染发解 蜜蜂在一家老牌解酒汤店里 展示了他闪亮的金发 并为粉丝们提供了特别服务 面对这位明星猎人 义仔表现得十分真诚 其他猎人也纷纷跟着鼓掌 蜜蜂优雅地鞠了一躬 带着一丝凌厉的气势 你是我的粉丝啊 真不好意思 刚才突然闯家吓到你了吧 没关系一载回答 蜜蜂微笑着转向他 而店内的其他猎人们 则加快了吃汤的速度 这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 打破了店内的安静 谁的摩托车停在这里了 裴元宇一边嘟闹 一边举着蜜蜂的摩托车进了店 放下他 蜜蜂大喊 这是你的 你停得太随意了 裴元宇嘟闹着放下车 蜜蜂松了口气后问道 你一个人来的 李思英呢 李思英 我不知道他在哪 裴元宇一脸困惑 蜜蜂扫尸了周围 猎人们纷纷竖起耳朵 突然 裴元宇的肚子响了起来 他沮丧地说道 咱们能不能等我吃完再聊 蜜蜂无奈点头 于是两人分别点了一碗解酒汤 裴元宇摆好餐具 倒上水后 对一仔比了个V字手势 一仔回应OK后 开始准备食物 好了 现在告诉我 你找李思英干什么 裴元宇问 蜜蜂压低声音 你知道番茄市场的魔力石吧 一仔听到这个 心里默默叹气 最近所有人都在谈论魔力石 令他有些厌烦 蜜蜂继续说道 如果我拿到那块魔力石 红一诚就会帮我打造S级武器 我必须击败 抬在我前面的Jaya Guy 裴元宇点头 这听起来不错 但你找李思英干嘛 那个疯子 切断了所有消息来源 蜜蜂突然拍桌子 裴元宇迅速伸手挡住 保护了桌子 一仔默默在裴元宇的解酒汤里 夹了一块大骨头 蜜蜂烦躁地揉着头发 几天前 大家还在追踪魔力石 结果突然所有人 都不再提这事了 他们收到了波涛工会的警告 要求停止追踪Easy 裴元宇惊讶 是我们工会 我从没听说过 蜜蜂无奈道 我觉得是李思英干的 但他一向神出鬼没 没人能问他 一仔端出托盘 里面是两碗热腾腾的解酒汤 泡菜 腌萝卜块和紫菜包饭 裴元宇吃着汤 心中仍然充满疑惑 结完账后 蜜蜂递给一仔一张 卷起来的海报 一仔小心展开 发现是蜜蜂的签名海报 为什么给我这个 你看到墙上的签名了吗 刮上去吧 蜜蜂尴尬地咳嗽 一仔一时无语 但他还是强行仰起了嘴角